那么今天我作为明星或者说演员的代表 我来到这里 来告诉各位未成年的粉丝 怎么来追我们 其实是挺尴尬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 来向大家提几点我的建议 其实我们在追星的过程中 我们真正要获取的是 可能通过他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他角色背后的原型人物 是通过他参与的 比如说公益的活动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够获得的正向的能量 甚至我们能够获得人性的温暖 其实我通过这些角色的扮演 让我的粉丝 让我的观众看到 这些原型的人物身上真正的能量 这个是作为我 作为演员来说 我工作的意义 也是我觉得 作为广大的粉丝来说 你们追星真正要获得的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告诉各位的年轻的粉丝们 不仅仅有明星 因为互联网是一个 无限的知识的海洋 它是能够让我们 尤其是年轻人 去了解这个世界 探索真理的一个 最便捷的途径 所以大家要善用互联网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是美国人的爱情 一直是不 inspired 所以说这也有�� 对分别是什么 第一点 解针了